就讓我想起剛大陸剛開放探金的時候 我們讀了一堆地理 然後去大陸以後才發現 原來已經變成歷史了 一樣的道理 剛剛講的 確實是曾經有廣泛的在政壇流傳過 這個是事實 但是現在已經不討論了 因為已經火燒屁股了 現在就在背不扶 還在談論解散 所以現在已燒屁股 暫緩解散 這個大概不會發生 所以當下事情先得解決掉 那個後續再說了 沒有 沒有 那現在已經沒有開脫了 待會我再來補充 然後現在要去動員自己的某一些黨員 不要動員部分區的 去支持民黨這個案子 平常講現在連正當性 都有一點動搖了 所以這個已經是成為歷史了 那會不會再重新燒起來 就看這個案子燒家具會燒什麼結果 這樣子 那我再補充 除了國民黨反對以外 各位想想看 你馬英九總統第一次 他以黨政協調會 黨政那個名義 去請立委吃飯的時候 有三個立法院很有影響力的三個人 三個人 三個人 包含林洪遲 那我點名好了 其中一個就是林洪遲 你問他們這三個人 三個人不但是反對 況且跟馬總統的建言 也講得已經是有點不好聽了 就是說國民黨內部的反對 他說明了一個事實 就是這也就是為什麼國民黨的新生代 各位聽聽看 胡志強怎麼講 吳志陽怎麼講 然後連勝文怎麼講 朱立倫怎麼講 郝隆斌怎麼講 郝隆斌怎麼講 他們這些人 你把他們最近的話 把他這麼一串 雖然馬總統說他主張緩解 就是說雖然快要成為過去式 他要緩解 但是就我所知 馬總統的意思好像不是這樣 他還想做最後一步 不 我直接這樣 我不是說他主觀想緩解 是客觀緩解 讓他 讓他真的不能讓我的問題出來 對不起 我短暫補充一句 其實我大概知道張友華 你的消息來源是什麼 我大概知道了 那其實我得到的消息 其實馬英九原意不是這樣的 馬英九他並不是說他要解散國會 其實馬英九真正他是想要 我們講的勤賊要勤王 他是要把馬英九 他是要把王金平解決掉 那因為他要把王金平解決掉的時候 有人勸他要冷靜 而他在不太冷靜的時候 滴囊了 咕囊了幾句說 那大不了我把國外給解散 其實大概是這樣 但是友華說 你的爆料的那個 那個那個 生喉嚨我知道是誰 但問題是 你把他跳的邏輯講了 事實上一開始 他本來只是要對王金平動刀 所以就會回到 盛鋒老師所說的 火燒屁股是真的還沒有想到說 非得要解散國會民客 那現在事情變成這樣子 那民意 國民黨裡面的新生代 你有沒有覺得 如果真的國會解散 對你們不是有利 我常常很麻煩的是 我認為我對看這些事情 我都不偏聽 而且我看文字稿 我的主持續劇看 為什麼我得到答案跟各位都是相反的 我得到的訊息 我看到的資料跟媒體上報告的是 當總統接見第一批地法院出來的 答案是 總統絕對沒有要解散國會 那當時我還批評了這件事情 我說他不應該講這句話 原因在哪裡 如果今天民進黨倒閣成功呢 你也不解決解散國會嗎 行政院長要求 只要提出說請你解散國會 你就要解散國會 但是行政院長到現在還被卡在上面 連為你的發言還都上不去 所以立剛我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講到是真正的始末的重點 今天沒有一個人可以去解散國會 唯有立法委員自己的行為 可以有機會解散他們自己 原因在哪裡 如果今天民進黨讓行政院長上去報告 沒有倒閣的問題 哪有解散國會的問題 民進黨現在不讓院長上去報告 就為了一個道歉或怎麼樣 請問國民黨是大黨 國民黨是人數多 憑什麼我們要跟著民進黨的腳步 我們不能表決要不要讓他報告嗎 表決都不用表決 民進黨口口聲聲說 我們不是為了護馬 護亡 我們不是為了什麼 為了憲政體制 憲法規定行政院長就是要上去報告 今天你們違憲不讓他上去報告 那表示什麼 我就是跟你拼嘛 那就請拜託民進黨好朋友玩真的 讓他成案 我認為倒閣不會過 倒閣不會過就沒有解散國會的問題 但是只要成案去投票了以後 投不過去 不信任案一年之內不能再提 你無條件讓他上台 因為你民進黨要尊重投票的結果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馬總統 你就是如果16席的部分區 你都沒有辦法勸3席 那我說你不是跛腳了 你是已經殘廢了 對不對 你就去勸3席部分區說 來去幫忙簽民進黨的連署 去給他成案 成案了以後投不過的 親民黨兩席願意嗎 改選 我看就邊緣化沒有了 台聯的兩席願意嗎 再改選他也沒有了 他不可能 現在每一個立法委員不要賣修盆 兩個政黨把他們政黨的生存 放在國家生存之上 每一個立法委員把他的任期 放在這個政黨的理念之上 蘇貞昌說兩個禮拜以內倒閣 如果成案我就給他拍拍手 表示什麼 他走憲政路線 所以民進黨要不讓院長上台 唯一的理由 你只能去倒他 但你不敢去倒他 你不願意去倒他 你沒有條件你一定要讓他上去 這是憲法規定 立法院到現在還在空轉當中 但是昨天北檢傳訓了馬英九 傳訓了行政院長 傳訓了黃世民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整件事情當中 是否代表了一個異位 北檢在配合的馬總統玩遊戲嗎 還是說 這可是曾永夫下的一步指導旗呢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昨天你看到那新聞畫面 你會有點不太了解 為什麼不了解呢 你發現到這個 當賊的人居然喊捉賊 你不覺得整件事情有點奇怪嗎 馬總統去應訓之後呢 民進黨就罵馬總統 罵他像個烏龜一樣 可是柯建民卻去安寧申告 怎麼柯建民變成去申告 事情好像煩 所以我昨天坐在這的時候 我就已經對著鏡頭 告訴觀眾朋友 大是大非 結果呢 馬英九以證人身份 去第四辦公室出庭 被人家講成說 你走地道是心虛 說真的 他走地道是因為為了為安 還說他是忍者歸了 對 這其實已經 這個為安特寫已經講得很清楚 是為了為安 結果走地道叫心虛 連他證人費都沒有拿 他說我走路來的證人費 我不需要有那個申請單 結果呢 現在就是說 他這樣子是怕被做壞事被抓到 把他講得這麼不堪 好啦 那羅志強 反正人家說真的 負面爽都沒幹了 現在變蟑螂啊 變走狗啊 那這個呢 黃世民呢 你看畫面 黃世民變成被告耶 他是什麼 泄密的被告耶 他變小蟑螂 所以他現在呢 什麼 就是說 因為阿扁被你辦去關 所以現在換你關 再來 最後一個就回到柯建民 柯建民現在變成 揭發馬黃 十大惡罪的改革英雄 這世界亂了嗎 中國講錯了 對不起 中國講錯了 柯建民按鈴 但是他按的是服務鈴 你們都搞錯 他沒有按鈴升高 他按服務鈴 他按服務鈴 他按那個愛心鈴 對對對 是這樣子 那蝦樓 蝦樓你覺得現在的場景 變成這樣子 媒體把它塑造成這樣子 你覺得整個感覺不是很奇怪嗎 所有的正義 所有的公平 所有的公理在哪裡啊 其實不用到這一刻 當 當檢察總長 需要到立法院去罰債 連連續性的罰債 那立法委員這麼多 立法委員要輪番的質詢 我也能理解 但是針對這樣子 一個非常敏感性的案件 要檢察總長 把整個事發的經過 包括非常機密的部分 一五一十的要公開 你問什麼 我打什麼 你監聽誰 什麼時候之後 做些什麼事情都要公開 還沒有用秘密體 要不要幫助 這已經是很荒謬了 但是我們真的都忘了 就是說最原始的 始作俑者的事情 我們對關說這件事情 整個社會沒有一個 一個定調的講法 我們不需要聽立法委員 怎麼怎麼說 因為立法委員 航瀉一氣的 都只在為自己 經常做的事情 想要做一個 合理化的辯解而已 一竿子打賣全人 我不能說 我不能說 每一個委員 都會像是王金平一樣 去對司法個案關輸 但是當我聽到 大部分的委員 這件事情 要不然就是精深 要不然就是 某種程度的 想要當何世老 或者在為王金平 柯建平做某種辯解的時候 我聽了真恐怖 因為他讓我覺得 整個立法院裡面 絕大部分立法委員 都覺得這件事情沒有什麼 這才是最可怕的 我回應他 講到立法委員 我回應吧 我簡單地說 不是這樣子的 簡單坦白講 官說 然後監聽 然後有濫權的報告 這泄密的問題 這三個事情都要調查 但是你不能因為說 你不能因為說 有官說 然後你只著重在 泄密跟監聽 但是你也不能因為說 有泄密跟監聽 而只著重在官說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三個東西都要調查 我覺得這是對的 我問一下就好 問一句就好了 請問你覺得 你覺得柯建平排 第一個去執行的 執行 黃世民OK嗎 我覺得如果他質詢 他的官說是不OK的 他如果質詢說 中間有沒有泄密 有沒有非法監聽 這部分 我覺得是可以 公平的 他在司法 他在司法委員會裡面 就表示 民進黨您到的輪上 為什麼 因為他是涉案人 他是涉案人 為什麼叫民進黨 到的輪上 你想想看 過去的何智輝 何智輝 何智輝要加入 司法委員會的時候 民進黨是什麼樣的批評 兩邊文章 請告馬英九 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可以 他的背信罪 那個時候在告 告了十幾年 十五年 對不對 那十五年 他都不能參加司法委員會 而且也不是他主動要參加 因為是所有的委員會 大家都要去別的委員會 沒有人要去司法委員會 司法委員會 湊不起這個人數 韋哲 請問一下 你之前有提到 馬總統之前在萬軍演習的時候 登上裝甲車揮手 這次出題為什麼遮遮掩掩 好像做壞事一樣被抓到 我覺得當初萬軍通道是怎麼來 是蔣介石那個時候設計的 為了怕避免被斬首 那如果蔣介石設計 原來說設計一個萬軍通道 他如果是變成總統 要變成去遮掩 然後讓躲避媒體的採訪 成為他的變道 我覺得其實蔣介石喊 這個在天之靈 就覺得蠻歐的 這一點我跟韋哲不一樣的看法 我也不一樣 今天從硬性的角度來看 今天做一個總統 為什麼我們要給他豁免權 因為他是代表我們 你想想看 一個代表我們國家的總統 在法庭 不管他坐著站著 這邊坐著一個法官 不管他是證人他是什麼 在問的時候 你以為是問馬英九嗎 問的是誰 問的是全中華民國的國民 所以法律上才給你這一個 這一個豁免權 我想因為你這時候代表我們 所以這個時候 為什麼不照以前有一個例子呢 當時國務卿亞會的時候 是陳瑞仁到總統府 叫做救訓 可以救訓嘛 幹嘛一定要 要去做這件事情呢 然後做到最後 被人家講成這個樣子 今天總統叫檢察官來救訓 我想沒有人可以批評這件事情 而且是合理的 這個才叫做高度 這個才就是今天 代表我們的高度 我覺得什麼用人嘴龜用什麼 去羞辱他 這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應該用 接受硬訓 才是我們一個現況概念 那米一 你覺得呢 有沒有戒略欣喜 如果現在在這樣子的話 你去拿他們 其實我跟你講 大家現在就各自取 取悅於各自的信眾 現在就是 信者和信 不信者和不信 那取悅各自的信眾 就用那種很辛辣 他聽起來很過癮 小強 蟑螂 老鼠 忍者龜 其實我對這一點 我們有人這種批評 我從媒體上面現在爆出來 綜合起來這麼多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些言語都是自己爽 對著和尚念經 自己開心而已 不管他們做何想法 他們心中一定有一個 他們自己的邏輯 我的認為只要社會安定 你要走地下道 你要走天橋 我都沒意見 你要來法院 還是法院去中東 我沒有意見 重點是 現在用這些不堪的言辭 在羞辱 總統的人 就像剛才老師講的 你就在羞辱中華民國 全國的國民 好 休息一下 進入新聞龍捲風最近爆 又來是